为了强化医疗服务 提供急重症病患快速完整的医疗诊治 桃园在地圣保路医院 规划在医院旁大约1.51公顷土地 新建地下5层 地上11层的新大楼建筑 耗资40亿元 预计111年12月份会完工 完工后将会提供更完善的医疗服务 为了见证桃园市医疗服务的提升 市长郑文灿也亲自参与圣保路医院 综合医疗大楼新建工程 动土弥煞祭祝福典礼 郑文灿说 深宝路医院是桃园市重要的医疗支援 不少孩子都是在深宝路医院出生的 也是五六年及深共同的记忆 这次的新建工程 一定会提升桃园的医疗服务品质 那现在是进入实质营造的阶段 那我想这个 这个整个营造的成本要高达40亿 要建地下五层 地上这个11层的一个新的医疗大楼 新的医疗院区 那会在2022年完工 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完工 那完工之后可以增加科别 像是这个心血管的外科 像这个胸腔的外科 所以对这个急重症就有很大的帮助 未来完工后一般急性病床总床数 将达到449床 补腔心血管外科 胸腔外科 血液肿瘤科等科别 强化高压养治疗 门诊化疗专区等医疗服务 大幅提高急诊速度 那我们会增加200床的急性一般病床 我们的加护病床会增加一倍 到50床的加护病房 当然设备我们也会跟进最新的设备 我们也规划了我们所谓的 综合融合式的开宝房 以及达文西手术 那另外还有肿瘤治疗的放射治疗方面 我们也会把所有的医疗科系都会完整 桃圆与巴德地区人口众多 贴近市民生活的医疗服务有其必要性 是否除了大力支持圣保路医院的扩建案 也持续改善医院附近的交通建设 针对停车位不足的事情 也会在桃圆后载新建停车场 解决停车的需求 桃圈 东予飞 桃圆采访报道